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這個禮拜五大節慶季的這個活動呢叫做春精靈的祝福 那這個活動很簡單他簡單來說就是你只要每天 消耗300個葉子你就可以完成這個任務 那之前有可以獲得這個 碎片金幣碎片也改到這個新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他其實分成兩個階段去進行 第一個是我們先講基本條件 基本條件就是你只要等級達60級以上就可以參加 不限你任何角色你只要有 60級以上的這個角色就可以去參加 那他這個活動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3月20號到3月27號的維修前 那這個就是一個禮拜 這一個禮拜之內 你完成這個任務的條件之後呢 你就可以獲得精靈的珠子香 4個 然後也可以獲得金幣的碎片活動1個 所以說在這個禮拜裡面 你會拿到28個精靈的珠子香 然後跟7個這個節慶的金幣碎片 然後 這4個珠子是要幹嘛的 他主要他不能使用 他是拿來當成是一個製作材料 那待會我們會講 好那 這個是 珠子香嘛 那珠子香他開起來他裡面總共會有 4種不同屬性的這個珠子 就是風水火地 4種 那你每次開的時候都會拿到 都會隨機拿到一個 所以等於說你不見得都能拿到剛好 就是每個都均等均衡的這個平均的這個數量 那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3月27號到4月3號 一樣是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在這個禮拜時間裡面 條件是一樣的 你一樣可以拿到28個精靈的珠子香 等於是可以拿到28個精靈的珠子 各種屬性的精靈珠子 共28個 所以這兩個活動加起來你可以拿到56個 這個精靈的珠子 那這個珠子呢可以幹嘛 就是他這邊有寫了你可以拿來兌換這個道具 你可以拿到這邊來換成什麼英雄武器箱 那稀有武器補給箱 稀有武器防具箱 這些 那 每個箱子 他需要的材料都不一樣 那當然最多的 就是這個 英雄武器箱 而且你要注意的是他這個都是有機率 製作失敗的 他不是100%成功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都是會製作失敗的 除了下面這邊有一個 這邊 下面地尖補充池 戰鬥強化菌軸跟龍珠 不會失敗之外 其他的都有機率失敗 然後你再可以看一下 他每個東西啊每個項目他都有限定 製作成功的這個機率 的次數 英雄武器箱 就是 只能製作一次 那 稀有武器箱就製作5次 那稀有防具箱可以做比較多是 成功啦 可以成功12次 可是 基本上不容易啊 這個材料的話大家再自己去琢磨 英雄武器箱他比較難 他要10個 各10個 屬性的這個 精靈珠子 各10個 那小編在韓版的時候玩過這個活動 那基本上我是到最後一天啊 我基本上我 應該是到最後一天才把火靈的珠子收集起 因為 其他的珠子都很多啦 可是就是湊不到火靈的珠子10個 那 我覺得啦 這個珠子取得的機率其實分佈的還算蠻平均的 韓版那邊的那時候設定是還蠻平均的 所以 都是運氣運氣就不要想說不會像之前新年活動可能有幾個字你一直抽都抽不到 不會這個活動的話他是蠻平均的 所以你就看你想要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這個道具什麼樣的 這個獎品你就自己去想辦法去湊 那活動很簡單的就是300個葉子 好 那 他這個活動箱啊武器的這些箱箱子你可以看一下 王族妖精這些可能大家都比較熟悉喔 王族騎士是 抽 抽啊 你有機率抽到這個就是 阿里哈魯跟短箭 然後妖精的話就輔工 法師兵葬 黑妖的話黑暗雙刀 槍手的話是解放的步槍 這個是之前兌換的這個 武器嘛 那龍鬥士的話就是直接 四學者鎖鏈箭 如果你真的很幸運抽到武器箱的話 這些東西是 100%直接給你的喔 他不是機率給他是直接給 那稀有武器的這個裝備箱的話就大家看一下 王族騎士是雷雨 妖精是 似神者之功 法師是魔力短箭 黑妖是破壞鋼爪 那槍手的話是 末日衝擊砲 龍鬥士的話是 破滅者鎖鏈箭 那如果是稀有能力戒指向的話就是 黑妖騎士 然後王族龍鬥 這四個進戰職業 抽到的是 征戰之戒 那法師的話 賢者之戒 妖精槍手是擊風之戒 風屬性的 那 高級變身卡箱 就是 隨機出現一個 這個是 綠色的 這邊都是綠色 也有白色的 就是 拼運氣 運氣再加運氣 你抽到這個 應該是合成這個 製作啦 製作這個箱子的機率本身就是隨機 那你還要隨機 再抽這些東西 這個就給大家看了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 這箱子它其實 不大 我覺得比較沒有價值 因為 你 抽再好 抽再好 頂多 是這個綠色的而已 頂多都是綠色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個吸引力比較少 那高級的魔法娃娃箱也是一樣 頂多就是綠色的而已 它都沒有藍色的 這個都是抽 這個是 100% 會拿到一個卡 可是是什麼卡 就是 一樣是隨機獲得 然後 在這邊 活動大部分是這樣子 那 它這邊有一個比較值得 大家去注意的是 它 不限角色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分身流的話 你每天 你每天都可以去把它解掉 其實 分身流的玩法 蠻吃香的 分身流的玩法蠻吃香的 而且它這個 60級以上你消耗300個葉子是 輕輕鬆鬆的 你就去解個副本 輕輕鬆鬆就可以 把300個葉子解掉 那小編建議大家 也是用這種分身流的玩法 去解這個任務 除了這個 主要的啦 主要的角色你要先把這個任務解掉 你要先把它解掉 那其他的 就再慢慢玩吧 這個應該說 主要所有的角色都可以解 都可以解這個任務啦 都可以拿這個 碎片 然後 就比較沒有限制角色 所以你就 有幾隻角色你就開起來玩 好那 我覺得這個活動算還蠻 佛心的啦 因為它是 畢竟是讓你抽啦 也是一個運氣運氣 好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個禮拜 春精靈祝福的這個活動介紹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拜拜